试习三个字 那这边就排在第二名 那点进去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里面呢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界面 包含什么呢 包含就是说呢 假设说他有一个 你有个学号 你可以登录 使用者然后按登录之后 他就可以预约 我预约因为我现在也没有资料 没办法登录 不过如果今天我是家长 我要看说我的小朋友 今天有没有登录 比如今天是礼拜二 然后礼拜二 礼拜一的 假设我礼拜一晚上 我就可以直接点进去 那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了 他们的那个 这个因为这是英文版 不然应该有中文 那这边注意 这个地方 它这边有那个 出席缺席找退请假 应该 对一登号就可以 知道他出席状况 所以这边 黄色表示没有人做 像这个这个同学就旷课 有没有 那因为现在其他要什么 理论上 要啊 他们早退也要 就是有个教官会在前面 他如果有人走之前 就会就会 那另外底下我还有一个统计资料 哪一班他们那个 就是说那个预约的状况怎么样 还有是在学校预约还是在那个 非在校时间预约的 也就是可能他回家之后再预约的 做个统计 那实际上这个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一个学校 那个晚自习 当然班级 晚自习人数参与越多的话 相对那个班级 他的成绩也就会比较好一点 这是成正向的 而且是有统计数据的 所以说尽可能把小朋友 留在家里 又不跑 跑到外面去游荡的话 对他们功课是有帮助的 那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先设计一套系统去管理他们 让他们有 有可以遵循的方式 另外呢 也可以让 老师 教官也很好去管理 因为只要有来 对不对 就给他打勾 打勾 打勾 就来了 来了之后你也不需要说还要再做纸本 还要登记 登记之后还要回去再重新填 或者再重新输入到电脑去 非常的麻烦 那这个地方后面就有个资料图 他可以把所有的记录都 记录下来 甚至可以查到 所有的那个学生他的那个 就是说完日期的状况 那家长的好处就是直接可以在线上就可以看到 到底自己的小编有没有到 那因为呢 其实那时候也是 花了很少的时间把这个系统弄起来 那只是说还有很多地方不完善 比如我刚刚讲的那个教务主任 就跟我联系就说 看能不能帮他们再把这个 再做得更好一些 比如说像他们来晚日期的话 可以给他们一个那个条码机 他们用那个学号 就是用那个他们的那个什么 他们用那个证学生证 一刷就可以表示说他今天已经到了 就不需要老师还要去点名 老师就坐在那边就好了 你们自己刷一下 B表示你今天来了 然后刷进 那几点几分 离开的 刷出 B就出去了 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个记录 什么时候到 什么时候走 很明确 而且不需要人工嘛 老师跟教官的角色就变成说 他只要在那边做管理就可以了 那像这样的系统的话 如果你建立好 就会变得很便利 那其他的话像那个我刚刚有提到像那个我在最早之前 有跟各位讲过那个没有线上报名系统的部分 那那个报名系统的话这个也是我我花一点点时间 去做的 在那个我们最早的时候也跟各位讲过Google文件做 直接用这种方式 把一个 栏位呢 先建立好之后 就 放在网路上 你们就自己去去把他做填写的动作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这个 我也不需要说 还要把什么纸传给你们 你们自己填填看 而且呢 现在 现在同学时间都不一定 有的时候有来 有的时候没来 然后 有的想报名 可是他可能没来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直接把他放在网路上面 他只要填写完毕之后 资料就进来了 这个就是你们的资料 而且 这个有个好处就是说呢 我有设定就是说 如果有人 假如有人怎么样呢 有人 做了登录动作呢 但是 我要随时 掌握这个表单里面有没有新增资料 那他有个很棒的功能 Google里面还有一个 通知规则 这个所谓通知规则就是说 如果里面有变更了 表示说也有人做了一些 填写的动作 然后呢 这边有个规则就是 可以新增 直接 Email给我 让我知道说 有人 登录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非常方便 如果有人登录 就会寄Email 到我的信箱 所以呢 我的信箱里面 就会有这个 有没有 最近 编辑过 他会E给我 那我就马上可以 掌握 像你们学习 尖道部也是一样 很多很多的表单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做管理 非常的方便 那以往要做到这样子来说的话 并不容易 不过呢现在有这个文件 做成表单就会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另外他上面实际上就是一个Excel的表单 那目前我看一下 我刚刚算了一下 已经大概 十几个同 大概十几个人士 加到明天的应该有超过十个人士就可以 那目前甚至有同学是一次就报了 123 还有报1234 哇真是 加油 等一点 别人在考 那当然这也是鼓励的 我发现其实 看到这样大家这么积极踊跃 我觉得 我们源自大学 很有希望 好那再来的话 接下来我们回到刚刚的部分 这个 回来看 那刚刚讲那些主要就是说要让大家了解 就是说你要用一些 不一样的管理的方式 就可以达到 很高的这个管理的效益 尤其是现在的人说真的都很忙碌 就是说要把大家凑在一起真的很不容易 反而 在那个Facebook上面要把大家凑在一起就很简单 很奇怪 大家就是 随时随地就一定会把Facebook 或者是网络的某个平台当成一个 共通 大家交流的一个 地方 我发现好像 别的同学也是啊 他们平常都没有聚在一起 可是在Facebook就可以聊得很 尽兴 什么都可以讲 那这个也是 这个网络目前 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的 原因 而且这种使用的模式 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 就像说我看到 有一个也是大学生 他就讲说 这个什么 大学生的第2生命是什么 他说第2生命线 就是叫做网络线 第2生命线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 他好像是在 抱怨说他同学好像最近不知道什么事情 对他很不满意 他就很生气 他想要对他做出让他觉得很 很痛苦的事情 他就想了一个方法 拿一把剪刀把他网络线剪断好了 这样子的话 他就 这个会痛不欲生 为什么 什么 什么都可以没有 但是就不能没有网络 因为网络是通往 这个 网络是 不能少的 一个部分 所以这部分的话 当然 只会越用越多 那 这个是一个题外话 再来的话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就是管理网站部分 刚刚同学 对这比较不熟悉 我再把重点再提示一下 第一个新增网站 那基本流程的话就是 先输入204 按下一步 其他不要动 按两个下一步 那只要设定这个地方 存放的位置你把它改一下 改在这个 iNetPub底下的这个路径底下就可以 DW0 按储存 下一步 然后这个地方 刚刚同学比较容易漏掉 要如何 连到 远端 因为我们 本机就 都伺服器了嘛 所以不需要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直接把它改成 无就可以了 改成无之后 按下一步 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把它改成 无 按下一步 无 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 这样就完成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帮我 快取到这里 那我直接按什么 按完成 他就会直接帮我跳到哪里 跳到这个 这个网站里面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讲解 这个古文之美的部分 所以你们先把这个部分 先完成 先 看 这边 这边 就是 我